成是累加的概念是 如果这个条件 他一定是回圈一定一个 判断完之后把这个加起来 但加起来你要让他存在某个地方 所以要累加 把一个东西放在 某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呢城市的赚也一样是插入什么插入一个程序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这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的话也许叫 产现人员工之 之和 反正这个这个名称 那回圈的话呢 你可以写成for i 等于2到11 或者是向下追踪这个你可以自己改 然后逻辑的话就前面写过的if if什么呢 这一栏 这一栏的话就是sales 会变动的idea 因为我要条件 这里面的话当然我要什么 如果开头两个字 所以开头两个字我就在前面加一个laps laps 从左边算过来 他的两个字就逗点2 如果两个字呢 假设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刚好是产现 那 因为 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定要laps 因为主要是他不支援像 cruiteria 里面有那个信号 问号 如果可以 我就用那个就好了 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资源 所以你就只能换一个方式表示 所以有时候这个地方当然 VPA跟函数之间怎么做转换 这个我想你就要 慢慢就要抓到他两者转换的一些技巧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掌握得到的话 其实你工作上所有东西都可以转成VPA 没有问题 这边的话就是产现 我只是会帮各位整理出一些 可能在工作上常见的相关转换的问题 可能没有100% 不过都想得出来 怎么转换比较简单 这也许就是我自己用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想出来 当然有没有更多其他方法 有 也许你可以再试试看 如果实在是有问题 你可以再提出来发我也没关系 不过如果你实在是一直乱 千万也不要乱试 因为乱试的话 最后你问我为什么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答案 因为那是你乱试的 我有维套的规则 OK 你如果用你那个方法试 有时候我也没试过 可能你那个问题 我就没办法提供给你比较好的答复 OK 那这边的话 如果 记得end if 所以if的打法都固定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 如果 这个条件 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 跑 这里面的事情 这里面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帮我把 这个西兰的东西 放在累加起来 那累加的写法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慢慢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你看那些就记犯了 我这边 第一个 我先产生一个变数 叫上 写在前面 那他因为计算完会丢到前面去 特别之后 这个概念可能同学好像 比较容易有障碍 那就是以前的数学都是前面做完放到后面去 可是这边刚好颠倒 后面的东西 把什么东西加 加起来 就是把 同一列 同一列哪一列 I列 哪一栏 C栏 把C栏里面的资料 怎么样 帮我累加到 先加起来 那 这个上 初始值呢 它是没有东西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0 0 0加上4903之后 他就变4903 他就丢到 那所以下一次呢 又到产线2 3906 跟4902相加 加完之后又丢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叫累加 那累加完之后 每一个每一个跑完 跑完之后最后输出到哪里 输到这个 所以一样 把要输出的储存格写在前面 这个叫什么 Range 刮壶 这边改 1 2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就好了 OK 当然同样的问题 这边可不可以改成Sales 恶劣的意义 当然可以 你爱这样的写 没有 但是我讲过了 这样好像用Range 比较 好理解 有没有 OK 如果你习惯用Sales 你就Sales写没关系 如果有的同学刚好 他理解Sales比较强 你就写Sales 可不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的 OK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程式写完了 那我们就直接跑 不过我是建议 这边可以设个中断点 为什么 因为停在这边看一下 执行 油包放里面 放这边 执行 好 这个时候 程式跑到这边会停下来 这个叫中断点 为什么要中断 因为我要看一下 这个SUM里面没有东西 后面是4903 所以他会把这两个先相加完 丢到前面去 按F8 F8就下一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SUM现在里面的状态 4903 所以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你可以再让他再跑一次 让他跑一次又有了 现在是4903 如果这个3906 相加 所以他会把这两个相加 加完8809 丢进去 F8 看一下 8809 OK 所以 他就一直跑 反正就是这样就是累加 累加完之后再输出到12 OK 所以这边4个中断点 执行 这边 这问题可以拿掉 因为他不用再停 反正你 不要中断的话 就是在刚刚中断点 再点一下 就是 不要停了 继续跑了 因为我大概知道了 所以 有的时候你写程式 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什么的时候 你或许可以用这一招 像有时候我是边写边想 边想边写 不然的话有时候真的 写到最后自己有时候也不太确定说到底写的对还是不对 然后你又一直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模拟那个电脑 你会很容易就烧坏 而且很容易就顿掉 所以像我的习惯就是 写得要很轻松愉快就好 反正写错没关系 改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真的很辛苦 为了要写一个程式 真的把自己 头都 快要炸掉了 OK 不需要了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比较 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写程式 OK 而且我觉得写出来还蛮有成就感 我刚开始会非常喜欢写那些非常有成就感 写完之后的话感觉好像这个事情 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 就不需要这些管他了 所以后来 让我 就感觉 可以继续往 这个地方就钻眼 果不其然 真的还蛮有趣的 最后的话就让他执行 他会停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里面没有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丢过来 按一五八 丢过来 所以他其实就是 把这个变数里面的 丢到这边 这边指的是哪里 就这里 就OK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从这个范例里面 主要就是 可以 利用一个变数 帮我暂存一个东西 存完之后再丢到 除全格里面的做法 所以这个叫累加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很多地方只要有类似的 用途你就可以想到可以用这一招去实现 有哪些地方 太多了吧 OK 因为蛮多同学都问说 老师怎么做累加你都没有讲 其实即便我都已经讲过 但同学还是觉得我没有讲到 可能就是 你还是没有真的把我讲的东西 跟你的工作做串接 所以你要想说哪些地方可以真的拿来用 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有把他真的用上 我觉得你就是你真的学会的 开始 OK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累加 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来 切一下 而且我还建议 可以的话最好 自己写过一遍 不要看答案 如果你可以办得到的话 表示你真的 已经进入状况 OK 而且我发现如果真的进入状况的同学 真的 他也回不去了 OK为什么 因为已经习惯用快的方法了 你说叫他用 以前的突发链钢 他再也不要 OK 所以 尽量就是你用 这个我刚讲的 而且像这种东西 尽量是用直觉的 然后你就是照你的那个逻辑 我刚刚讲的那个那个过程 那你回想一下 然后 那些语法尽量不要写错 如果慢慢你习惯了 然后你把它写出来了 我相信以后很多地方你就可以很快 把那个问题给解决 试一下 谢谢大家